嗨 哈囉 好 歡迎來到各種開源議題的下午第二場演講 那接下來的講者是York 他是一名資安工程師 對於資安區塊鏈還有分散式帳本有研究 那他今天的題目是無線感測網路的身份驗證 那主要是在講ILTA和傳統區塊鏈的不同 他的好處以及應用 那提醒各位從我們的官網可以進到HackMD的共筆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做共筆 那最後會有Q&A的一個環節 那我們歡迎York OK 好 大家好 那我是York 那今年在Costcard就是我要分享的這個題目 是無線感測網路的身份驗證 那這是基於ILTA去建置了 那不知道大家對無線感測網路有什麼認知 你可以想像成是車聯網跟一般的Win4的農場 那他都可以算是一個無線感測網路 OK 那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那我叫York John 那目前在資安領域進行打滾 然後對於區塊鏈分散帳本 那還有資安就是有一點小小的研究 那這是我的medium you is in here 那如果大家之後如果想要有問題要問我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東西 後面加Gmail就是我的mail這樣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那其實動機很簡單 就是在我們的Lab 其實要做一個門禁系統 那我們門禁系統是用Raspbian Pi去建置的 那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不能用Arduino Nano去建置呢 那我自己本身對Alta其實有點研究 那我就想說能不能這樣達成我的目的呢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Arduino Nano的價錢大概是300塊到500塊 那Raspbian Pi的價錢是3500到7000 那大家可以換算一下 其實一個Raspbian Pi的話可以換算成10個Arduino Nano 那假如說我要建置10個門的話 依照以往的那種建置的方式的話 其實是10個Raspbian Pi去建置這10個門禁的感應 那我就想說如果換成第二種方案呢 就是10個Arduino Nano 那加上一個Raspbian Pi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第一種方案跟第二種方案 哪一個成本比較低 那乍看之下 好像第二種方案有11個設備 好像比第一個方案好像多一點點的成本 但是如果用第三種方案來看 兩個Raspbian Pi是不是等於 就是第二種方案 那其實 答案就很簡單 那就是第二種方案跟第三種方案其實是一樣的 它的成本是小於第一種方案的 然後於是乎我就開始我的建置 我Arduino Nano然後傳到Raspbian Pi然後 上傳到Alta網路這個旅程 那再次要串接到Alta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是也做過蠻久一陣子了 那其實我做過舊版的NAM跟新版的Stream 那舊版NAM呢 其實它就是沿码訊息驗證協定 那可以看到右邊下面這張圖 它是有一種有點單向鏈接的概念 就是每一條訊息它會透過Root的方式 那串接到下一則的訊息 那每一則訊息之間的話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上一則訊息就可以知道下一則訊息的儲存的位置 那這是基本的舊版的NAM的概念 那新版的Stream呢其實是基於這個舊版的NAM進行改良 那增加一個新的功能 那我後面的實作部分就是 會去執行這個新版Stream的這些架構 OK 那Alta 1.0到1.5的轉換過程其實我有進入過蠻多的痛點 包含一些節點要進行更換 因為它整個網路進行更新 所以你舊版節點都完全不能用 然後它的帳本資料會不見 因為Alta 1.5的話它會捨棄一些零值的交易 然後你一些儲存在Alta上面的一些 這些物聯網資料其實都會消失 那就會造成尷尬的情況 那這時候的話就會安裝一個永久的節點叫Chronical 然後後面會提到 那透過安光這種永久的節點的話就可以保存一些物聯網資料 那這邊其實有一點優點跟缺點 因為Alta它會定期的去除說沒有價值的交易 所謂沒有價值的交易就是沒有任何的就是Alta MAlta的它那些币的那些紀錄在帳本上面都會捨棄 就是說你沒有那些金流的 它就定期去清除 但是這是一種好處也是一種壞處是因為好處來說的話 它會保持這個帳本 就是很輕量化 那缺點就是可以讓 就是永久的資料的話就會消失 那另外的痛點是Library要更換 因為它採用UTXO 那Edges都整個就是產生的方式都更換 那捨棄Treaties三進制 不過目前Stream的話它是還是沿用Treaties 就是後面會用到的是81Treaties這樣子 那這是我Outline的部分的話 我分我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會先介紹一下 目前Alta是什麼 然後Alta在物聯網上的局限 然後怎麼把資料上傳到Tangle上面 那最後是身份驗證的這些設計的流程 那Alta是什麼呢 那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Alta的帳本那叫做Tangle 那就是右邊這張圖 左邊是一般區塊的帳本結構 那它採最常電的方式 那Alta的Tangle不太一樣 它是一種DH的架構 那每一個交易的話它會 Point to前面的那些交易 那產生一個沒有回圈的這些指向 那這種網狀型的這種帳本的好處呢 就是讓Alta整個 它的帳本的擴容性非常高 就不會讓區塊的這種交易速度緩慢的效果 那Alta有什麼特性 它剛剛提到就是有項無環圖 那第二個就是加入帳本需要驗證前面四大8B的交易 那右邊這張圖呢是一般 Alta它發起交易的驗證方式 它是由發起交易的人去選擇四大8B的交易 那進行POW運算之後 然後把它寫入帳本 那左邊是一般區塊的交易 它是由於礦工的身份的角色 那它會由發起交易的人去把這些交易放在交易池當中 那礦工會去選擇不定期的這些交易 然後打包成一個交易的那些封包 然後寫入帳本的 所以Alta的右邊這張圖是沒有礦工的這個角色身份 所以當中是不太需要手續費 因為不需要去餵養這些礦工 所以就有羊毛出來養生上這種感覺 那就會想到說為什麼要把資料上天購呢 那第一個優點是一般分散式的優點就是確保這些資料 不可以被篡改 那第二個就是資料去中心化 就可以避免說物聯網資料儲存在中心化的雲端伺服器或主機 那如果你像這些中心化的主機 問說資料咧 那如果遺失的話它可以跟你說一句趴沒了 那你也不能對它怎麼樣 那第三個就是實現物聯網裝置的身份自製 那這些物聯網裝置的話 可以透過Alta這種分散式網路 那就是可以互相交換它的資料進行互相溝通 那目前Alta有什麼局限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其實現在是目前Alta的這種資料上傳方式 那分為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 最左邊這邊是Ambed System 就是包含一些Sensor的一些感測器的 這些裝置這樣 那Computer就是一些中介裝置 那你可以說是Arduino Nano或是Respy都可以當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Remove Server的話就是 中心化的一些主機或是伺服器這樣 那最後第四個部分是AltaNo 那第一個流程就是 Ambed System它會傳送一些資料 那到這些中心化主機 那最後 讓這些AltaClient這些Library的程式 是在中心化主機上面去執行 然後最後打包上傳到AltaNo 那第二種方式呢其實是 就是可以想像成是Arduino Nano 那 就是傳輸一些資料到Raspbian Pi上面 那由Raspbian Pi去 執行AltaClient的 這些程式 然後打包上傳到AltaNo 那 其實 這邊就看得出來 其實我要實做的是第二種方案 那第三種方案其實是最理想的方式 是因為 它不需要經過中間這些中心化的 這些傳輸的方式 然後直接上傳到Alta 那可以想像說 就是Raspbian Pi的話 它直接RunAltaClient就直接上去 那第一種方案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安全性 你要非常信任這個中心化主機 然後第三種方案其實就是 我考慮到一些成本效益 因為你Run一些Raspbian Pi 或一些程式的話 事實上是要一些高效能的一些 這些 這些主機板這樣子 因為 這些AltaClient這些Library 其實要執行一些簽章驗證 甚至說要執行一些POW POW的程式 那你沒有一些高效能的主機 是沒辦法執行這些驗證的 那只要如果上Alta呢 目前來說的話 是有兩種方式 那第一種方式的話 是直接發送這些Data Message 到Tangle上面 那第二種方式的時候 就是透過Stream 那就是我接下來要制作的部分 那怎麼發送Data Message呢 那我這邊寫了兩支程式 那左邊這支程式呢 是Push Data 那你可以選擇一個 節點 然後 你指定一個Index 那Index裡面 就可以放一些你的 Data資料 然後打包成一個Client Message 然後傳送到這個節點 那就可以直接上傳 到就是Alta的網路裡面 那進行帳門記錄 對就是這麼簡單 那 右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Fetch Data 就是你選擇一個節點 然後並且選擇一個你剛剛 選定的這些Index的 這些指標 然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Alta裡面 相同Index的資料 都group出來 那左邊這張圖呢 其實就是 Console Law 就是顯示出來的這些資料 那它是TraceByIndex的話 它就是相同Index 就可以group出來 那你不需要記住每條訊息的Message ID 那假如說我們是用 以前這種資料合約方式或者是 就是你發送一些零值交易的方式的話 其實你必須記住這些 資料合約的地址 甚至說 這些零值交易的 Adress的地址 那你在用Alta這種 DataMessage的方式的話 你其實不需要記住所有的Index 不是不是記住所有的Index 記住所有的 這些 Adress 就是你資料合約地址 所有交易地址 你只要記住你的Index 那你就可以在 Explore右邊這張圖 把所有的Index 都group出來這樣 那這樣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有一些缺點就是 資料不易追溯 因為它是 相同Index都group出來 其實這些Index是沒有前後關係的 然後這些payroll沒有簽名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發送Message 那就導致說 就是任何人可以 開門查水表 然後就可以查 查入所有的訊息 在你這個DataMessage裡面 那你就不知道 這到底是誰發送的 有可能是什麼天邊來的都有可能 那現在的介紹一下Streams 那這邊的話有官方有提供一些Wiki 那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讀一下 那 也有一些Sample Code在這個GiHard上面 那Streams 的方式的話 他是透過創建一個頻道 然後分支 那採用這個雙向溝通 那 可以想像成 一個YouTube的頻道 那 有一個作者創建的這個YouTube頻道 然後他可以發送一些消息 在這個頻道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訂閱他然後去 去觀看 那 有一些可能只有私人可以看到了 就建立一些分支 那 那些私人的頻道的話 就會 有些會員才可以觀看 那我這邊使用的語言是 Node.js 那先去條件是必須安裝RUS跟C的環境 那其實他是一個Ware Assembler 他必須透過 就是RUS的方式 去build出Node.js的環境 那build的方式 透過MPM run buildNode.js的方式吧 就是你要執行的Node.js 這些 這些環境開發的程式 全部建起來那你就可以執行自己的 Node.js的環境的語言 那 新版Stream跟剛剛提到舊版NNN有什麼差別呢 那可以想像成有一個 法官 那他會 就是傳送一些資料到 就是 給其他的使用者 那法官的話他自己有一些private他只有 他自己能知道一些訊息 那 有一些 必須透過key才能解開的訊息 就是叫restrict 那接著是 大家公開都可以看到的 虛擬叫public 那這是NNNN的架構 就是他是單向的 我給你資料你就必須接收這樣 那 就是新版的Streams有什麼差別呢 他是雙向溝通 就是有一個作者 他可以建立一個會議室 那有些參與者 那他可以叫做subscribes 訂閱者 那他可以 發起 訂閱 這個會議室 並且 傳送一些資料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那作者的話就可以 同意這些訂閱者訂閱 並且 讓他們去發送 紀錄一些 資料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有點像協助 障本概念就是 我們共同一個維護 一個同一個的 會議室的這些紀錄 那對應到物聯網資料的話 每一個物聯網資料都是一個subscribes 那他們可以透過 這個iota的網路 建立一個channel的頻道 然後 共同協作這個channel裡面的所有資料 那 剛剛提到有一個 身份的話叫做order 那他是可以創建自己的頻道 那有點像是YouTube的作者 那可以接受並處理所有的訂閱 那發送一個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個加密訊息 並且fetch裡面的所有的data 那頻道擁有者的話 他可以透過 就是 String order from clients 方式去建立他自己的實體 然後 並且他可以send announce的方式去 創建出一個channel的頻道 那這個channel的頻道其實是有一個response link 或稱為announce link 那其實就是這個channel的 就是他的消息的地址 那你有這個地址的話 其實就可以追溯到 就是 這個channel裡面所有的資料跟消息 那做的話 都會透過send subscribe的方式 那收取到這些訂閱者訂閱 那他可以 透過receive subscribe 接受這些訂閱者訂閱 那有這個方式的話 那些subscribe 那些訂閱者就可以 獲取這個announce link 裡面所有的所有的消息 那作者的話 他可以透過send keylaw for a1 這個方式他去 就是把所有的 一些加密訊息 那傳送給這個channel裡面的所有的 這些參與者 那可以透過fine message的方式 就是傳送一些 就是消息 那並且 就是作者也可以收到這些消息 那另外一個身份的話 就是頻道訂閱者 subscribe 那可以創建訂閱者 那可以發送跟獲取的消息 那在 創建訂閱者身份的話 他是透過new stream subscribe的方式 那去創建一個 自己的身份的實體 那剛剛提到就是 他會receive 這些announced link 那這邊傳入就是剛剛 Order建立的這些announced link 那有這個頻道的這些 這些link之後他就可以去 收取這個announced link的 這些消息 那他透過這個send ticket package的方式 那去 發送 那一些消息在這個channel裡面 他進行共同協作這個 channel裡面的這些資料 那透過fine message的方式 那跟其實order方式其實一樣 就可以獲取 所有裡面的消息 那大概知道一下這些function之後就是來 跟大家講一下我要怎麼用這些function 執行我的身份驗證的流程 那這邊分為四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部分的話是sensor node 就是我剛剛要建置的arduino nano 那我這邊會用rfid reader去讀取這些資料 然後傳送到respectedpy之後 那會轉送到gateway上面 那gateway的話會驗證身份之後把這些資料轉送到alta node 那他會跟其他節點進行perient動作就是帳門 同步跟寫 寫入帳中這樣 ok 那在硬體的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的 bestation的話我是在intel i7上面然後win10 16句這樣 那classhead的話我是run wubuntu 20.04的 server的上面 那sensor node的話就是arduino nano33rt跟rc52rfid reader這樣 那網路架構的部分的話 那大家可以想像成每一朵雲都是一個無線感測網路 那透過tango網路的話他可以 讓每個無線感測網路都互相進行的溝通然後交換彼此資料 那我這邊會實作其中一朵橘色的雲 那其中一個分支就是 arduino nano傳送到respectedpy到bestation的上面 那這邊是實作的結果先讓大家看一下 那中間的部分是 這個arduino nano傳送的一些資料 那左下角是rasperypy的那些 就是server這樣子 那左上角其實就是 那個bestation 那裡面包含的alta的node 還有他的gateway 那流程是arduino nano會傳送到左下角 的rasperypy 那rasperypy會驗證身份之後 並且 對上面的server進行註冊登錄的動作 那註冊登錄成功之後 就是rasperypy左下角就會打包他的 alta的封包 給上面的 這個 他的gateway裡面 那gateway的話就會轉送到alta node 他就會記錄在帳本裡面 那是 這是整個流程 OK 大概 清楚一下這個流程之後 我們接著講一下他的細部流程就是 我們會 有一個註冊登錄的動作 那註冊的話其實對 rasperypy對gateway進行註冊 那註冊成功之後他會進行登錄 登錄註冊成功 rasperypy就在gateway上面有個身份 那接著的話 就開始收集mqq的資料 那idu nano的話他會 轉送一些mqq的資料 給rasperypy 那resperypy resperypy listen這些mqq的資料之後 他會打包成alta的節點的封包 那進行交易的簽帳驗證 那驗證之後把這個封包 透過strims的方式 轉送到gateway 那gateway會 看到他是不是有註冊登錄過 然後轉送 轉送這個strims的封包到alta的節點 然後這邊的部分的話會有一個clinical的身份 那這其實就是永久的節點 避免說你久遠資料被 就是alta網路刪除 然後 他會透過146L方式 那轉送到其他alta的節點 那目前alta的話 他現在網路叫做quizalist 那這邊的話其實有兩種channel會創建出來 那第一種channel的話是感測器資料流的channel 那其實是rasperypy去建置出來的 那第二種是 身份的channel 那他是由alta node去建置出來的 那這邊的話 那就是無線感測網路的一些架構 那alta node的話他有個seed 那rasperypy也有seed 那alta node的話 他會 去 聽取這個rasperypy這些 這些頻道資料 rasperypy會透過這個seed去創建出 各自的channel的 剛剛提到的這些 感測器的資料流 那他會扮演一個叫older的身份的資料 那alta node會扮演叫subscribe的 這些身份 他subscribe會去訂閱 每個rasperypy的channel的這些 感測器資料流 那作為一種 就是資料匯整的 動作 那alto nano的話 透過aes的方式 那傳送到rasperypy 然後再傳送到alta node裡面進行 就是帳本的儲存 那剛剛提到alta node它有seed 除了創建 這些subscribe去訂閱 rasperypy的channel的這些 感測器的資料流的頻道之外 他自己也會去創建一些channel 那channel的話儲存的就是 這些身份的感測 元件的身份的資料 那 剛提到string就是會有 就是可以創建出一些branch的一些分支 那alta node的話 透過創建三個branch的分支 那 第一個分支的話就會儲存 就是class head id 以及他的announce link 那大家看到這一串就是 81 treatise 然後加後面的那個 一些雜錯值 那就是串成一個announce link 那這個就是branch1儲存的東西 那branch2跟branch3的話 他其實儲存的黑白名單的資料 那透過剛剛的身份登錄的驗證 那他就會把這些資料儲存在這branch2跟branch3裡面 那rasperypy要怎麼進行身份驗證呢 他會有註冊跟登錄動作 那rasperypy會進行 就是加密他的ID然後傳送到alta node 然後 alta node會給他一個憑證 那就會把 這些身份的資料儲存在branch2的白名單裡面 那在登錄動作的部分的話 rasperypy會傳送他剛剛的憑證 然後跟他自己創建channel的announce link 給alta node 那他就會 把這些資料那轉送到branch1儲存那些 classhead就是rasperypy的這些 這些announcelink跟他的ID的資料 那最後他會要求 alta node會去要求訂閱這個頻道 那rasperypy就會去統一訂閱 那這時候的話 alta node 那他就可以侵取所有的rasperypy 無線感測網路裡面的所有的訊息 那最後就是arduinonano要怎麼進行身份驗證 那他會用 就是他的實戳跟他的 這個data加密起來然後傳送給rasperypy 那rasperypy的話就會 用他 隨機動態產生的hashkey 那hashkey的方式的話就是用id跟他的key那去hash 那透過這個方式的話就可以保證說 這種加密方式很輕量化然後 可以確保也可以確保他的身份 知道這把key是什麼 那rasperypy 就是可以解開成功解開arduinonano這些data的資料之後 他會把這些 就是這些感測器的資料那 打包成一個alta的封包 那轉送給alta node 就是進行帳本同步的動作 那中間資料 傳輸的加密的話也是透過hash的id跟他的key那去動態產生 這樣的話就是不需要去儲存這些key的資料 那就可以動態去產生這些hkey的方式 那最後的話就是會alta node去檢查 rasperypy是在白名單裡面嗎 那確定如果是在白名單裡面的話他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轉送到alta node 進行裡面的帳本同步然後進一度的動作 OK 那最後是結論部分的話 alta其實是一個很適合物聯網的分散帳本 因為他在 整個創始之初的話其實就是為了物聯網而生 那整個alta的話 他其實 就是會 為了物聯網 所以去 清除一些沒有用的這些資料 因為物聯網儲存太久的資料其實沒有意義 他需要的是一些即時的資料 那alta的話也是有做到這個部分 那也可以讓 這個身份驗證的方式也可以讓 這些低效能的裝置包含剛剛 為什麼adune nano不能上傳到alta上面 讓他們可以成為去中性化網絡身份 不會說因為 到了衛山的世界 這些低效能裝置就會被排除在外面 然後 第三點就是在零星鎮的基礎下 每個裝置都要進行身份驗證 那 透過alta這樣的網絡的話 每個裝置都會有一個seed 那透過這個seed的話就可以互相進行的溝通 那進行身份驗證 那你就可以達到 machine to machine的這些效益 OK 那這邊是最後Q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以 問一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講得太複雜了 我想問說就是剛剛說那個 register跟login 那他的response time大概是多少 因為你是門禁系統的話 可能要很快的response 但如果他還要上到iota network的話 會不會太久 就是他的response time 你說要進行登錄註冊動作嗎 因為其實 物聯網 不是物聯網 就是區塊它本身是有一點 時間的 效能 對 因為其實這個節點是我們自己去建置的 那整個身份都是在我們的那些 可控的 就是 local的那些網路環境 所以其實他需要的時間不會太久 在local端進行驗證 在local端進行驗證 他其實有兩步驗證 那第一步驗證的話 是在你local端進行你黑白名單建置 建置完整之後把這些黑白名單 傳送到他的節點上面 因為這邊的話是我們建置自己的節點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我們自己的節點 然後去存取這些 裡面 ILTA裡面的資料 我現在還有什麼問題嗎 剩下4分鐘 那 就讓大家 訂閱一下我的 median吧 OK 在哪裡 OK 就是目前沒有什麼東西但是 就是知道會更新一些文章 那就是可能是區塊鏈的 有可能一些治安的一些文章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一下 好 沒有問題的話就是謝謝大家 沒有問題的話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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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